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解放军队的选手 字幕上刚才打的是19岁 1米66 目前世界排名第14 他的对手荷兰队今天是换了一名选手 不是以往的卡里拉 而是换成了范 库特森 拉切尔 21岁也是一名比较年轻的选手 身高1米79 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59 蒋燕角大家对他的熟悉呢 还是在时运会上 他当时是获得了冠军 先后战胜了中国 战胜了香港队的这个王晨 又胜了龚瑞娜 他的打法是属于拉掉结合 比较稳定 这场比赛的当值裁判是日本裁判 另外一名裁判是来自加拿大 他在这个集训期间呢 有四名选手 王林 朱林 卢兰和蒋燕角 争夺两个席位 来参加游泼杯 最后呢由于蒋燕角比较稳定的发挥呢 最后赢得了一个席位 那么这次他是作为第三单打 也是由于河南内的几名先生要奸向 所以他呢得以提前有机会出场 能不能通过这场比赛来证明他自己的实力 从而稳定住在中国女死队的这个第三单打这么一个位置 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对 蒋燕角也是中国队新肥养出的一个优秀的运动 在去年全运会上有个比较优秀的表现以后呢 在以后的比赛当中呢 他都取得了一些较好的比赛成绩 随着世界排名的这个 明智排名也升得比较快 那他也是第一次参加游泼比赛 这对他自己也是个锻炼考验 现在是蒋燕角2比1领先 接外 从简单角这个打法来看呢 他也属于拉掉啊找机会突击 但是他的步伐移动更快 在有机会的时候呢 主动进攻的这一拍 也还是有一定的威胁 对 蒋燕角的这个手法比较细腻 手感比较好 而且步伐这个变相启动能力比较强 所以他的场上呢表现很好的韧性 对 他是左手握拍 大家都知道游泼杯是代表了 当今世界羽毛球最高水平的女子团体比赛 也就是世界女子羽毛球的团体锦标赛 国际雨联已经先号举行了20届 这是第21届 游泼杯 游泼杯也是从1984年起 改成了每两年一届 这个杯呢 是由贝蒂游泼夫人捐赠的 贝蒂游泼夫人呢 是英国30年代著名的羽毛球选手 在30年到39年49年期间 多次夺得了全英羽毛球锦标赛的 女子单打 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的冠军 等一会呢 呃 我们还将转播这个颁奖仪式 我们会看到这个游泼杯 这几天在东京体育馆的看台上呢 呃 中国的留学生啊 还有在这里工作人员组成了这个拉拉队 一直在为中国队加油助威 今天呢 还特意借给了我们转播小鲁一面五星红旗 挂在了我们的这个转播台的下方 现在比分是8比2 诚呢 从这盘比赛来看 讲一讲开局打的还比较轻松啊 呃 对 从这比赛这个开局到现在 整个的比赛节奏速度掌握在甲英交流的手上面 呃 尽管对方的进攻速度挺快 但是这个甲英的防守跟控制球路的控制的非常好 呃 同时对方失误也比较多 界外 呃 从第三单打的情况来看呢 应该说荷兰的这名选手从实力能力上 呃 和中国运动员相比较还是有些欠缺 他不像张海利 呃 最早是代表印度尼西亚 本来就是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强国嘛 而且打了这么多年 那么荷兰呢 刚才的第二单打梅伦皮克斯呢 原来就是荷兰的第一单打 应该说在荷兰国内是最优秀的选手 对 打的比赛也比较多 对 曾经最好成绩是荷兰公开赛的亚军 那么这名选手呢 比较年轻 因为前两场比赛 荷兰的第三单打 一直上的是卡里纳 1米80的身高 那么今天上了这个 呃 身高1米79 21岁的拉切尔库特森 连续丢掉三分 这个从场上这个情况看 卡特森这个队员直线的进攻的能力比较强 所以说在十段的时候增加一些对角线 线着他 像这个球掉球 哎 这个是正手的一个掉球 斜线 对 因为他身材高高大 要转体的就比较困难 可以运用一些对角路线 转体跑动呢 来限制他的这个进攻 从第一局这个整个比赛情况下呢 甲银椒呢 比较好的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 他主要体现在一个从场上的移动速度 出的速度呢 他保持着跟对方的持平 但是呢 甲银椒的控制能力的胜过对方 尽管对方有很凶的进攻能力 但是甲银椒的很好呢 把这个球路呢 控制在自己手上面 没有给对方这个机会 当然同时这个 卡特森的这个失误啊 也比较多 20秒 神老 今天呢 是本届游博杯比赛的最后一场 胜队呢 将获得冠军 副队是获得亚军 您这次看了整个游博杯比赛啊 总体的感觉 印象如何 这次看了这个比赛以后呢 相对的以往比赛来看呢 就是 以前不太中等水平的队伍呢 这个进步非常快 比如说这个 中国台北队 还有荷兰队 荷兰队也是在 有两个外员 这个参加比赛的以后 提到的实力 他尽管是一个欧洲老牌的 敬礼 但是在前景的表现一般 那这次比赛呢 很明显 他们的士气很慢 尤其是在 他们的 尧解 没有来的情况下 对 他们或者这么 能够打 对 打到这个地步 而且是历史上第一次 闯进了决赛 对 那同时另外一面呢 一些老牌的敬礼呢 尤其是印尼队 以前是有实力 争夺游博 这个冠军的这个队伍呢 这个12名都没有进 同时呢 这个 日本队 也是一个上届游卑是 第二 还有上届游卑 他是亚军是韩国 韩国啊 对 也是进了 进了前世啊 对 那个他们的这个 这个实力 在整个这次比赛当中呢 就是 大家对一队 要提到很大的期望 到最后呢 也没打上来 还有一个更加明显 是韩国队 韩国队的这个实力 也是很强一个队伍 那没有打进前世 这个也受到他的 这个意外 所以这次这个比赛呢 我们这个 在 这个大家有共识啊 这个新的赛事进 这个展开了以后啊 各个队呢 真正是处在 不是从谦虚的角度 是各个队 以前优秀队伍的 那么一点优势啊 因为新赛事改变了以后呢 基本上已经丧失掉了 大家自己都是处在一个零的期望 形成 从这个游杯这个比赛上 可以看得出来 好几个老牌竞女呢 都落下底下去了 对 您刚才提到这个日本 他是 特意邀请了 像韩国著名的啊 世界语坛的双打 奇才 调柱凤 作为教练 所以是这个队伍的 有了很大的 从训练上 从各个方面 有了很大的提高 那么这次呢 应该说是天势地利人和 而且日本女队 相对来说也是 人员比较齐整的时候 对 你想他的第一 单打这个 森芝还战胜了张海利 这说明他的实力 他的米苍加奈子也还在 还有广赖等等 但是没有把握住机会 在荷兰队 缺一名主力的情况下 没有能够拿下来 像韩国的 刚才陈儿呢 也提到了 他这个罗景民 又重新结婚以后 又回到队伍当中来 对 原来的单打权上 全代娟 也是重新归队 也是要再带一带年轻队员 能够使他们的 前进的步子更稳一些 但是没想到最后 是输给了中国台北 对 所以这样一些 强队的出局啊 包括中国香港 也有一定的实力 最后输给德国 所以德国进入四强 中国台北进入四强呢 使人们感觉到 就是说新的赛制 带来了一些 世界羽团女死球队 之间的一些变化 好 这边呢 场上已经变成了18比8 戒内 所以这两名选手 应该说从实力相差上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这个比分 现在是拉的比较开 而且简眼角 也属于这个年轻队员啊 斗志比较旺盛 在场上这种打法呢 虽然也是拉掉 结合突击 拉掉更多 控制对手更多 但是打的比较积极 在移动上啊 在这个 主动进攻的意识上 在气势上 他表现得不错 现在是20比8 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平抽 准备放一个小球 没有过 9 20 这样 比分是1比0 中国选手 顶线 在这一局比赛中 简眼角 总体的发挥 这个比较好 正常的发挥了 自己的这个 激战术的水平 也比较好呢 掌握了比赛的 速度 节奏 在基本赛 在控制的 对手情况底下 打完了 这一局 那这个 荷兰对手 这个 卡特森呢 进攻是比较凶狠 但是他效果不太好 也说本层失误比较多 第二局 这个 这个 简眼角应该 首先要坚持 自己的打法 同时呢 要很好的 保持自己的比赛节奏 因为对方进攻 比较凶狠 如果说你的速度 明显的 落后于对方 慢于对方的话 那你是比较吃力的 但是简眼角 在第一局比较当中呢 利用很好的 这个快速的防守 能力 而且很好的路线 分配 使得限制的对方进攻 所以战胜效果 是比较好的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在日本东京体育馆 进行的 2006年的 游波杯 比赛的最后一场 就是争夺冠军的比赛了 现在是 第三盘 前两盘 中国队 2比0领先 这次比赛也是采用 五盘三胜制 哪一方先 胜了三盘 比赛即告结束 前两盘 中国队是 2比0大比分领先 张宁 2比1 胜了张海利 先行方 2比0 胜了 梅伦提克斯 现在是 蒋燕脚 迎战 库特森 拉切尔 等待 我们这个队员呢 这个 通过的心态子的 比赛以后 呢 大家都有一个 体感 就是美球得分制跟发球得分制 一个很明显的区别 让队员在场上任何时候 没有歇一口机会 在发球得分制情况底下 得了一分以后 我拿到主动发球权以后 我可以考虑这一分 我是多拉对方一点 抢攻一下冒险 抢攻一下子 或者是变化可以很多 但是美球得分制了以后 就是你拿到发球权以后 你掌握不好 甚至你发球失误以后 这篇就丢了 这给队员的意思 尤其是欧洲运动员 在一开始就觉得比赛怪怪的 就觉得说他老是适应不了 但是通过半年多比赛过来以后 慢慢的队员相对也适应过来了 现在还从大会的反应过来 欧洲队员 尤其是迅速大的运动员 他倒觉得美球得分制 所有的比赛时间 加快了比赛节奏 对他们更有力 那这次看了以后呢 很明显韩国队在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出来比赛 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没出来比赛 所以这个打的比赛 跟他们的这个 失败 是不是跟这个新赛制的这个磨练呢 体会比较少有关系 等于是男女队双双都没有进入前四强 这个是比较少有的 现在这个第二局比赛 蒋燕脚是5比1领先 拉底线 然后是一个正手的批掉 这段从打法上来说 蒋燕脚还是比较灵活 对 而且速度比较快 他的身高1米60几 对方是1米79 但从场面来看呢 他基本是完全控制住了 中国在历史上 已经是9次获得了游博碑 而且两次获得亚军 是在94年和96年 这次如果中国的夺冠 将是第十次捧起游博碑 这个在所有的运动队当中 应该是最突出的了 因为在历史上 可能有些人还不太注意 就是前三届的游博碑的冠军得主 是美国队 从第四届开始 就是从六五年开始 日本队联系三次获得冠军 中间有一届是 第七届是印度尼西亚 然后日本队又是两次 然后是中国队的五连冠 印度尼西亚两次冠军 因为中国队又是四连冠 那么这次中国队如果再得冠呢 又是另外一次的五连冠 第二局的比赛开局了以后 卡特森在开局 不是很有力的情况底下 在这几个球 他很明显加快了自己的抢位的速度 有几次这个进攻机会抢的还是比较好 平推底线好球 看来荷兰的这个第三打呢 从实力上来说 稍微的欠缺一些 第一局 蒋英娇是大比分获胜 21比9 现在是第二局8比4 好球 这盘杀球很有力量 这几分球呢 蒋英娇这个顺着对方走的这个 去战术这个体现的比较多一点 对角线控制啊 节奏上限制对方进攻这个意识 用的比较大薄 所以说那对方比较有那个很容易就是取得了一个一次再一次的取得这个进攻机会 你看 支线球太多了 但是多拍啊 压后场 调往前 左右移动这方面呢 多回合的这个对抗当中 拉切尔库特森呢 能力上稍微的比脚严脚要差 对 现在 因为这边呢 是 简眼角是逆风球 所以他敢于发力 有时候看效果还不错 造成对方在判断上的出现一些失误 又是一个 所以这种球就是你判断好了很省劲 也造成对方的可能下一回合不敢发力了 或者怎么样 反正两次不接呢 自己就心里有点含糊 现在到了暂停时间是11比5 可能那时候也很无奈的把球高抛到对方的场地上去 第二局打的这个总的态势 总的这个场上的那个态势打的话 简眼角还是掌握了股材节奏 但是在后半段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呢 支线球太多 出球盲目性大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海特森呢就取得了一些 争得了一些比较好的进攻机会 但从总体上来讲啊 这个在场上速度啊 出头速度上讲 简眼角还是保持了一点点优势 那在这个11分以后的这个同学呢 希望讲一讲能够说是在场上节奏上 在路线上能讲 更多的限制对方 不要让对方这个过多的 这个发挥他的这个进攻技术 当然对于卡特森来讲 他在第一 这个二局跟第一局一样 同样的就是主动失误也好 变动失误也好 比较多 大家现在看的就是游博飞啊 他的高是18厘米 好 现在打听以后 比赛又重新开始 往前的铺鸡 简一简地把球挡回去了 哇 但是这一派没有防住 你也多年作为女队的这个教练啊 像欧洲队员一般来说 你也介绍了身材比较高大一些 进攻比较凶 特别杀球的这一边比较有威胁 但是从基本技术 如果打多回合多拍的情况下 是不是感觉和亚洲这些优秀选手相比较的话 还是略占点 吃亏一点嘛 应该这样说 对 因为他本身身高 但体重就比较重 腿长的话 中心一变化了 就比较相对比 这个亚洲运动员要困难 对 谢谢大家